身穿綠色上衣大方面對鏡頭 二零二零年現身北檢被指控 涉入鼎吟創投吸禁案 負責任高定成遭搜索約談 眾多受害者當中還不乏知名人士 歌手安普的爸爸 焦仁赫曾是駭基會副董事長 現在是名律師 他也是受害人之一投資數百萬元 原來二零一八年高定成招募投資 聲稱一間由他掌握的境外控股公司 Ospark將要在法蘭克福掛牌上市 還保證獲利能夠達到八倍之多 不少投資人信以為真砸了錢 沒想到一切都是假 高定成靠這招違法吸金七千多萬 現在被依違反銀行法遭到起訴 一身症狀穿著體面 在能源論壇上侃侃而談 高定成對投資人神稱的美好藍圖 卻都是空口說白話 他不只在商界有人買政壇關係也不錯 二零一六年創立青年陽光檔 今年還打算親自參選立委 但他原名高建制改過名 原來是過去就有類似潛力 前監察院長陳呂安二零零二年 捲入富裕基金吸金案 當時他擔任富裕創投的董事長 而高定成的善美德公司 負責行銷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 募集富裕基金超過六百多人加入 募資上億元涉嫌違反證交法 陳呂安被判還起訴 而高定成則是潛逃中國遭到通緝 直到二零零九年躲過追訴期後才返台 時隔多年又再捲入吸金案件 四處招搖撞騙 接下來就帶司法偵辦還給投資人們一個公道 華視新聞張榮甫沈立榮台北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